女孩将背后的稻刺用力拔出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根黑色的羽毛 此时她开始双眼泛红 透露着血色 妈妈这时闯了进来 可女孩发了疯似地将妈妈赶出卧室 甚至都没注意到夹伤了妈妈的手 她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 害怕极了 突然 右腿开始反向弯曲 紧接着 左腿也开始反向弯曲 女孩一下失重 头磕在床边倒在地上 晕死了过去 为什么女孩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这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芭蕾舞者妮娜为了争夺天鹅女王的位置 生性胆小懦弱的她 听到前任舞者的贝斯的嘲讽 她不甘如此 觉得自己平实力可以做到 于是她勤加练习 却没想到因此出了幻觉 她看到跟她长相一样的女人从身边走过 在舞会上看见手指长道刺 她的脾气也愈加暴躁 甚至还摔掉了一直陪伴她的音乐盒 这天 总监马托马斯再给妮娜伴舞 两人翩翩起舞 可总监却趁机在聊播她 妮娜想拒绝 可被压抑了许久的内心 此刻却如此渴望 她不再拒绝 小心翼翼地回应着 妮娜一把推开总结 可对方却将她一把拉拎来 顺势稳了上去 这次妮娜